今天我們會由Grandaro 格林德雅 直接搭纜車去Feast 飛斯特 第一個景點是Griff Walk 欣賞360度觀景台 第二站會去巴赫普湖 欣賞湖景 第三個景點是空中飛鎖Feast Fire 最後會玩Mountain Kart 卡丁車 之後我們會離開少女風山區 離開民宿之後 我們就去了Grandaro 火車站先寄全行李 之後我們坐上纜車 直接去Feast 飛斯特 第一個景點就是去Griff Walk 懸崖步道 360度觀景台 連地下都是玻璃 沿途上山都是凌空鐵橋 好刺激的 不相信? 那你真的要看看片段 姐姐只要求爸爸看看 為甚麼? 因為爸爸畏高 很棒 真的很危險 有鏡頭拍到下面 那你遲些再看 對呀 又可以 對呀 你說得對呀 又可以 我不看 很距離 很距離 可能因為時間上早 沒甚麼人走 我們走得很順利 其實這條橋一路走的時候 都有點搖 Hello 怎樣? 很刺激嗎? 不刺激嗎? 不刺激嗎? 對我來說簡直是瘋了 奉勸大家 如果有位高的 走這條橋 最好只是直望 千萬不要向下看 我們走到360度觀景台 讓我轉個圈給大家看 這個時候就是排隊拍照了 第二站我們從Vist 菲斯特走去巴克普湖 大約需要兩小時來回 這條路線是國家地理雜誌 所推薦的15條世界最經典的路線之一 來到無論如何都要去看看 這條路有三大名風作背景 有少女風 崖甲峰 和真女風 這條路線都很容易走 大部分都是平路 所以我也很推薦大家去逛逛 有朋友跟我說 有機會會在湖邊見到牛牛 還可以合照 但是我們無法遇到 欣賞完湖景 我們準備走到Vist 菲斯特 準備去玩遊戲 順便介紹一下 這裡有四個遊戲 可以由山頂玩到山腳 第一個是Vist Fighter 空中飛鎖 第二個是Vist Guider 菲斯特飛鷹 第三個是Mountain Guard 卡丁車 第四個是Skriter Bright 無腳踏單車 我們準備飛了 3、2、1 GO 不要看小 最高時速踏84公里 而這個飛鷹 我們沒有玩 因為很害怕 四個項目當中 我們選擇了兩個遊戲 而收費成人每位 65元瑞士法朗 小童就37元 而這個遊戲有多刺激 大家看看 這個很刺激 我現在終於明白 為什麼它要我們 簽身死狀 真的很刺激 這個時候大家只敢 慢洗 很精彩 花了 很精彩 大小 女兒 第一次開著跑車 在草原上奔馳 再看看前面 有兩個雪山在這裡 感覺我自己都在玩 Mario 我們玩到四點鐘就離開Grantero 去車站拿回行李 之後就去吃午餐 坐了兩個小時的火車去到瑞士南部 拆馬達 旁邊就是意大利 去到民宿已經是晚上九點鐘 順便帶大家參觀一下這個環境 這個旅程我們會住三間不同的民宿 而這間是最貴的 每晚大概$2500港幣 帶大家上樓看看 露天的洗澡缸 民宿的景觀也是A級的 什麼A級 可以看到地標馬特洪峰 這個就是我們的晚餐 下一集我們會去馬特洪峰 千萬不要錯過 如果喜歡的話都給個like我 還有記得訂閱我頻道 下集見 拜拜